南投燃香7号下午5点17分 在荷欢山公路2K处 也就是在塔罗安餐厅附近 发生车辆坠故50公尺山谷的意外 造成车内三名人员受困 经过救难人员抢救 分别送往台中荣总普理分院 及普理基督教医院急救 但送医抢救后 坐在副驾驶的流姓男子不幸身亡 田信驾驶有意识 又虾指骨折 以及一名被抛出车外的六岁女童 意识清楚脸部受伤 肢体疼痛 目前仍积极抢救中 驾驶也被车子夹到腿 所以说我们在那里面坐了比较久的时间 就是要把驾驶脱困 小女孩她应该是车子衰落骨 衰落的时候有喷出车外 离车子大概有100多公尺远 人案分局表示 车辆坠固原因正由警方进一步调查中 包括上午田信驾驶的家属表示 人不清楚驾驶为何开货车下山 目前田信驾驶意识不清 和林姓女童转院到台中荣总 积极抢救当中 越是新闻一晚再到南投仁爱采访报道